清风在苏打绿秀团期间一旦飞步解散回归乐坛 除了推出个人单曲也挑战上各个歌唱节目 让粉丝们大饱二福 今日清风却在访谈节目上罕见曝光自己私下的一面 坦言当初决定秀团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 做这个决定到整整秀团大概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 而秀团后的清风也休息了一年的时间 去旅行追星待在家看书运动 坦言自己是个很宅的人 不过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歌迷忘了苏打绿 清风反应潮获达 如果真的因为三年就忘了苏打绿 那也就是缘分吧 更坚定的说 我想不到理由会让苏打绿组不回来 也没有太担心粉丝流失 苏打绿蛮随缘的 而身为苏打绿唯一一位还在镜头前的一员 不时就会分享团员们近况表示 每次大家汇报自己的状况 我都能感觉他们在进步 再算月了这里报道